四个虚妄杰作挑战噩梦 好佳话 行走的一万三 是的 来把四个虚妄杰作挑战噩梦级的噩梦 是什么体验 哇 这真的是行走的一万三呀 一个皮肤三千多 太难了 上来二楼就招鬼了 一个香水放过来 要怎么 板子一下 哦 这个开局还行 还行还行 真好看的虚妄杰作 这样一看 这么多虚妄杰作在一起 真的是一种神奇的体验 乌鸦还在头上 现在噩梦 你的噩梦好像变强了 可以秒回 nice 然后翻过 呦 这噩梦擦到这么快的吗 这个阵是 有点突然啊 哎呦 你看这虚妄杰作修机 其实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虚妄杰作修机子的时候呀 它的那个裙板一直往上翘 莫名就有一种塑料感 相信很多玩家也都反馈过这个问题啊 你们看 就是有点掉档次了 那这边一个来救人 香水 来不及 回一下 被堵住了 哇 你看这个 噩梦 急的噩梦 就是物理力好强啊 你看这一个乌鸦 飞回来首饰 走都走不掉 就是他会自动感应到你来救人 然后你才走到半道上就给你拦下来了 这噩梦现在这么强的吗 我感觉比正常的噩梦技玩家还要稍微厉害一点 你这意识真的是无解啊 那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这个虚妄杰作受伤状态下的一个形象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既然受伤之后有点像一个紫皮 但是你如果加上那种很强的裙摆的话 手感有点拖塌 如果你们自己玩过虚妄杰作的话 就会非常明显的这种感觉 这边你看 不独手椅子的这噩梦 然后直接来抓这个半血的虚妄杰作 看到没 就很自信的噩梦人机 等到再去救人的时候啊 他会直接一个乌鸦再飞回去 噩梦你人机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真的是你看看到没 那个乌鸦已经回去手势了 看看看 完了 这人还没救下来 这边继续追 你看一个二连冲 这边还给疯疮上了 刚刚 这意识 攻守兼得呀 这噩梦技的噩梦 调整的这么厉害了吗 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么难呀 诶 等会 我记得以前 这个不归零地图刚出的时候不是出了一个虚妄难度吗 这都是做铺垫的吗 时间闪 哇 你看 好干脆呀 这个打法 强强强强强强 对 大家还记得吗 不归零刚出的时候 那个噩梦不是出了一个难度吗 有虚妄 还有什么的 反正然后现在出了一个虚妄杰作 哎呦 这D5这小心思安排的 小彩蛋买的挺细呀 再过来 再过来 再一波救人 看一下这波救人怎么样 哎 没捞 这是想砍个半吗 这玩意要吃亏啊 刚才是他震慑吗 这局势已经很难打了呀 哇 你看看这 这个噩梦 急得人机噩梦 有点强啊 你看 就乌鸦直接找到你 它这个是电脑的系统的一个判定 你在哪个方向直接乌鸦飞过来 就直接就捶你了 比如看一下这里啊 半选香水这边 可能是要砍一下这个二楼的高度差 手上还有一瓶香水直接放 看噩梦下来吗 它是直接下来的 不会这样骗香的 如果能再会这样骗香的 真的无敌了 这局势 好的 节奏很快 转按键场上就剩两个了 一个 两个都是受伤状态啊 这边一个博弈 板区往前提出 哇 你们看 这闪现就很干脆 一点都不犹豫 那剩下的一个人 能不能跑地窖啊 这 这啥天赋呀 风窗一刀 哇 你看干干 这乌鸦就直接飞过来找你了 就 这 哦呦呦 差一点 有点强 有点强 咸 过来 咸 咸 感谢观看